臺灣IC大廠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重視人才培育 該給員工的分紅也沒手軟 2024上半年員工分紅約8月底發放 外界估算這一次總金額近130億元 不僅比去年同期大增超過七成 也是兩年來最多 符合資格的1.2萬名員工 平均每人可領105萬元 我們除了一年有12個月的基本起薪 加上兩個月的年終獎金之外 那我們的員工技巧獎金加分紅 大概是我們剛剛固定薪資的另外的125% 戶國神山台積電不遑多讓 年終分紅總金額超過500億成為企業龍頭 年初年末都能被錢砸醒 讓科技業成為社會新鮮人 夢幻職業首選 尤其AI議題正夯 就連高中生填製院都往理工領域衝 台大其實是有一個半導體學院 包括像我們系也特別增設的AI專門 專門收一群研究AI的這些議題的同學 在勺子化浪潮之下近五年全台資通訊科技領域 學生數逆勢略增三千人 但人文學門就相當淒慘 學生減少兩千人 外語學門更大減一點六萬人 教育部也統計 從一百零九到一百一十三學年 人文相關系所已有四十五案停招 又再新增六十五案 人文領域的生存之道 已逐漸網與AI接軌邁進 那這些金融科技人才 他就要去懂這些資訊技術AI建模 那甚至怎麼把這些AI導入這些產業應用中 成立很多的金融科技學成 讓純資訊或純財務的學生 都可以跨足另外一個領域 AI不只是科技趨勢 在求職與求學領域掀起的改變 更是現在進行式 三立新聞 張宇全 林家倩 台北報導